今天帶大家來到南港島區的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的沙發背場除了用橙色來做設計之餘 亦都用了業主最喜歡的圖畫來做設計 是否覺得很特別呢?快點跟我一起看看吧 這個單位就是南港島區的利東村 單位的面積就是490呎 現在就帶大家看一下 一入到單位入面 我都被沙發背場的顏色吸引著 還加上業主最喜歡的圖畫 真的非常注目 上面亦都做了一些射燈 看上去圖畫就更加搶眼了 大門前面的位置就做了一個大型獅子衛簾 電視櫃和飾物櫃 就可以大大增加客廳的存物量 除了客廳的沙發背場夠長眼之餘 另外還有一個設計都很特別 就是大門的機關設計 好像入了科幻電影一樣 在主人房這裡亦都做了一張梳妝桌 而梳妝桌上面亦都裝了幾盞化妝燈 就可以方便業主打扮 去到第二間房 主要都是耳目的元素做了一張上下家廠 而書桌上面就做了一條燈條 就可以加強房間的光源 而房間外面就做了一個投影網 那投影機放在哪裏呢 就是廚房洗手盆上高的位置 那部主就可以一邊煮飯一邊看電影 而浴室的門就做了一道寵物的門 那就可以方便寵物出入 浴室的長身就用了霸式麵包瓷磚來做設計 樸素的外觀可以凸顯到自然和簡約 今天就帶大家看到這裏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一些不同的裝修案例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想放在牆上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 為什麼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用 咦 塞了 大鑊 嘩 瓷盆的玻璃膠發霧 怎麼辦 咦 瓷盆的玻璃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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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house位於科學園 我們成功配奪了超過2000個裝修案例 歡迎準備裝修的你 透過上網或電話 向我們提供基本的裝修資料 Easyhouse專員會因應校會的預算和裝修風格 提供三間合適的設計公司和裝修公司上門大邪 我們會為校會提供報價分析 和見證簽署裝修合約 在工程期間 Easyhouse專員亦會定期上門視察裝修進度 令校合可以更加了解單位中的狀況 所以快點聯絡我們Easyhouse吧